那在做結論之前 我們在最後講一下每一個螢幕的做工跟品質部分 我們先從Fear World開始 我覺得唯一有問題的部分就是這個SD卡槽 這個洞有點大啊 你這樣子看就已經可以看了一面的主機板了 所以如果有一個蓋子啊 或是你就自己用大力膠把它貼起來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就自己DIY一下 那在最後做結論之前 我們稍微講一下做工跟品質的部分 那我們先從這個Fear World開始 那第一個就是我覺得有問題 就是這個SD卡槽 有一點 這個洞有點大啊 你這樣就可以直接看到裡面的主機板 有一點那種主機板外露 那解決方式也很簡單 就是你自己貼一張膠帶啊 或是大力膠就自己貼一下 自己DIY 那在做結論之前呢 我們在最後講一下做工跟品質的部分 那我們先從這個Fear World開始 那是 那它的SD卡槽 那它的SD卡槽我覺得有一點太大了 不是太大 就是你可以看到裡面的主機板 然後對啦 是有點大啦 所以解決方式也很簡單啦 所以解決方式也很簡單啦 Jesus Christ 那在做結論 那最後做結論之前 我們再講一下它的 那最後做結論之前 我們再講每一款螢幕的做工跟品質部分 那我們先從這個Fear World開始 那我覺得它的SD卡槽 這個卡槽好像有點太大了 你都可以看到裡面的那個主機板的部分 那希望有蓋子嗎 還是幹嘛的 也可以自己拿一個大力膠把它貼起來啦 就DIY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晃動的時候有聲音 應該是這一個旋鈕 這個滾輪的部分啦 但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有一個高頻的電流聲 但是是一個很小聲的高頻電流聲 應該正常拍攝是不會錄到的 對 對什麼對 那下一個來講這個Desk View R5的做工跟品質 那我覺得看起來就是一個 看起來 來接著這個Desk View的 好下一個Desk View R5的做工跟品質 那下一個這個Desk View R5的做工跟品質 那下一個 那下一個這個Desk View 那下一個這個Desk View R5的品質 那下一個這個 下一個Desk View R5的做工跟品質 那還行啦 沒有什麼太大的聲音 它產生的聲音是這個 接點的部分 那我覺得它的接點 品質有點差 就是這個NPF不知道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它整個有點變形還是怎麼樣 我的NPF電池插不進去 然後LP16其實也有點變形 但是我還是有辦法 就是稍微想辦法可以把它插進去 但是它的電池接點都有點變形 不知道是發生什麼事 然後呢 它有一個 還蠻大聲的電流聲音 而且是高頻的 而且是持續的 就一直 我不知道有沒有辦法收起來 就是高頻的電流聲音 這有點討厭 然後下一個呢 下一個是什麼 下一個 下一個是 下一個就是 下一個就是 我覺得也還蠻奇怪的 下一個去 下一個做工跟品質 我也覺得很瞎 就是它旁邊 這裡你可以看到螢幕的背光 就很瞎 就是你可以看到整個螢幕的背光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設計這樣子 就旁邊會漏光耶 所以你在混亂的環境 你旁邊就好像有手電筒一樣 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我從來沒有看過螢幕旁邊這樣漏光這麼嚴重的 最後一個就是 最後一個就是 最後一個就是這個DASK VIEW R5 它是唯一一台 它的HDMI接孔有鍍晶的 其他三台是沒有鍍晶的 就鍍晶的接孔啦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